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汉自说的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土肥猿的丑女是如何逆袭改变自己的故事 碧昂卡是一个又矮又胖 还不注意打扮的女高中生 她有两个女神级别的闺蜜 杰斯和凯西 碧昂卡一直无知无觉的当着绿叶 称托着闺蜜 这天,同学邀请两个闺蜜去参加舞会 可并没有给碧昂卡邀请函 还用言辞侮辱了碧昂卡 幸好闺蜜撕了一半的邀请函 并怼了回去 事后,碧昂卡却表示自己并不想去舞会 因为自己连一个男朋友都没有 闺蜜便开始拿着手机翻找各种男生的电话号码 可却被碧昂卡给拒绝了 因为碧昂卡喜欢着学校里的帅校草 但是碧昂卡从来不敢对校草说超过三个字的话 一直以来她都只会说OK,拜拜 碧昂卡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邻居叫韦斯利 她是一个游走在各种女生之间的男生 她还有一个闪光电视的女友 因为她们总是分分合合 回到家中 闺蜜们在积极地给碧昂卡找参加舞会的衣服 可碧昂卡却并不感兴趣 直到得知校草也会去舞会 这才麻利地爬起来 去橱柜里拿自己非常喜欢的派对T恤 来到舞会的碧昂卡看到男神以及她身边围绕着的众多美女 可是她还是不敢上前去和她说话 哪怕是打个招呼 这时韦斯利来找碧昂卡聊天 原来她是刚和女友吵完架 心情烦闷的韦丽丝口不择言地说出了碧昂卡是丑女 是绿叶 所有接近她的人都只是想从她那里打听闺蜜的消息而已 生气的碧昂卡拿起果汁便泼向了韦斯利 而后碧昂卡便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闺蜜的关系 突然发现自己在闺蜜身边就像一个透明一样 没过多久 碧昂卡终于忍受不了爆发了 她和闺蜜大吵了一架 而后便毅然决然地断绝了关系 从此碧昂卡就过上了形单已知的生活 这天碧昂卡在路上遇到了校草 可她还是不能够和校草完整地说上一句话 便落荒而逃了 为此她找到了韦斯利 让韦斯利帮忙改造自己 而韦斯利也正好挂科需要帮忙 于是两人达成了合作 韦斯利带着碧昂卡来到商场挑选了一大堆衣服 并鼓励她勇于尝试 做回最真实的自己 可这一段回归本我的视频 却被同学拍了下来 还被传到了网上 这下碧昂卡彻底沦为所有人的笑柄 而学校为了压下这件事 便将学生的手机全部没收了 这下所有人的矛头便全部指向了碧昂卡 这天韦斯利来找碧昂卡时 碧昂卡二话不说 直接给了她一拳 她以为是韦利斯上传的 韦利斯向她解释说并不是她 并且她还为这件事情和别人打了一架 于是二人便和好了 而后 碧昂卡还在韦利斯的鼓励下 主动的和校草聊天了 并且校草还约碧昂卡周五去她家里玩 碧昂卡高兴极了 于是她找到韦利斯想要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而韦利斯的父母却正在闹离婚 碧昂卡便带着韦利斯来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两人在谈天中情不自禁的拥吻了 转眼 碧昂卡来到校草家做客 却在谈天中得知 原来校草其实是想通过她约她的闺蜜 气急败坏的碧昂卡骂了校草一顿后便离开了 伤心的她来到秘密基地 却发现韦利斯带着别的女人在那 而后韦利斯来找碧昂卡 却被她拒之门外了 碧昂卡经历挫折后决定找回闺蜜 碧昂卡向他们解释了 自己是因为什么和他们吵架的 闺蜜们也纷纷表示自己离不开碧昂卡 于是三人边开始计划着 要一起去参加毕业舞会 闺蜜们还给碧昂卡设计了一套礼服 穿着礼服来到舞会的碧昂卡惊艳四座 而威利斯更是抛弃了舞王的桂冠 带着碧昂卡离开了 影片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蓝女人没有丑女人 其实很多女孩只是不善于打扮自己而已 而现在很多人只是看中外表如何 却忽略了真正的内心美 金玉其外 败许其中又有何用呢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